宣傳建國百年的劍行活動 希望基金會董事長紀政 在今天上午拜會 高雄縣長楊秋昕 除了得到楊縣長的大力支持外 紀政也公開推崇 宣服團隊的積極 而雖然這場迎接 百年建國活動舉辦時 大高雄地區 可能從地域到首長都已經變動 但是紀政強調邀請無關 政治或者是頭銜 歡迎楊縣長的熱烈參與 為了宣傳將在建國百年元旦 舉辦萬步劍走 紀政的全國宣導 第二站就來到高雄縣 高雄縣政府是在楊縣長的領導之下 是一個非常踏實的 真的很踏實的 不是咒秀的那個政府 面對縣長楊秋昕的熱情配合 和接待紀政大讚 高雄縣不只縣長認真 縣服團隊也很積極 不過問題是建國百年時 高雄縣應該已經變成大高雄都 到時候楊縣長參加健行 頭銜會是 參加了之後無關頭銜 對 至於萬傳楊縣長的支持者 不但積極籌組新友會 甚至打算連署勸進 對此楊秋昕否認 連署應該不曉得沒有 不過他們看中我 就感謝就好 好 謝謝 謝謝 反正不管理不理會政治的 對楊秋昕八年多來的施政 依戀肯定的說法都不少 只不過對楊縣長來說 只怕是未健康 萬步不怕難 設政治寸步得思量 民視訊宣傳播洪晉級 高雄縣報導